各位好啊 李白乙正直播了 正聊的高兴 正说相圈那点烂事 咔 晴天霹雳 凤了 而且一凤啊 凤七天 都给我凤梦了 就我说骂了 给我凤七天 凤就凤吧 在人母言下 怎能不抵头吗 认吧 聊了这两天的事 先说这个宽哥 这个李万杰同志 这笔太不要脸了 一定定点底线都没有 毫无羞耻感 就你看他那直播啊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卧槽 以为他受多大委屈似的 让人家网爆了 都快哭了 我现在干什么 我用蹭你流量 哥们这违背了 两个年轻人 大老爷们的心呢 我就想说 你感受了那么多年 网爆 你被那么厉害 你到今天 你十名的代谢都 网爆我呀 是他自己呀 把他和曹文进 去年的视频 给发出来了 那意思 最近的事 曹文进大人出来 得成庆了 人家凭巴呢 人家凭巴吃些挂闹呢 人家肯定得成庆啊 结果人成庆完了啊 他说人家不讲哥们意气 这个网爆他 这 他这比太不要脸 他都那么不要脸呢 这人 狗烂 天井话来讲 那就是狗烂 咱再说说 这个谢雷同志啊 这哥们 说话文文气气的 不紧不骂 看着还有点意思 但是 你们说 他是个高人 我真没看出来 我看的 也是个蹭流量的 就他说那些事 我觉得对杨毅有杀赏力吗 您还让我去酒楼 给您捧场去 我来我去了 您一坐那 就给我开了两片旋逆市 那年一片旋逆市是1350 连那一桌子菜 这三场 挣的这些老虎费 都给您搁那 没骂杀赏力啊 首先 杨毅那买卖道是公认的 对吗 人家玩的就是好 你就让人给玩了 量一块盐出去 投资间 然后你挣点钱 他拉你去他那消费去 卡卡三言两语 就把你给逼在那了 倒霉四千块钱 开两瓶酒 你得想想啊 你开这两瓶酒 肯定是你同意的 绝对不会人 你卡卡就给你开了 对吧 如果卡卡开了 你一翻脸 谁让你开的 我说开酒了吗 你自己讨钱吧 那不还得杨毅讨钱吗 你肯定就让人给变在那了 这证明嘛 证明人家买卖道玩的好 你不行 我要是你啊 真的 找个没人地方 啪啪撤自己俩嘴巴的 下次啊 长点迹象 你这还说出来 哎呦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再说 这对杨毅也没煞上力呢 他就那人啊 买卖道共认啊 你只能说让人家算计了 你们俩又不是朋友 处次见面 那不啃你啃谁 对吧 你要是跟他好朋友 就像你跟王阳似的 对吧 发小 俩人穿一条裤都嫌肥 王阳说了 你在他们家至少吃了一百顿饭 如果这个王阳啃你 你还可以说了 哎呦 我操我们俩那么好 他都啃我 这还行 就你们俩处次见面 这怨谁呢 就怨你自己 你